闺蜜帮女孩测试男友忠诚度 不料竟爱上了女孩男友 你以为你是谁 你凭什么喜欢我男朋友 正当女孩与闺蜜争夺男友时 男友却不知所踪 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她脑海里产生了 为报复闺蜜 女孩携带硫酸致使闺蜜毁容 女孩母亲为何哭诉 自己是悲剧的始作俑者 为夺男友赏闺蜜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2年中秋节的晚上 南方某市市中心的人民广场 张灯节彩热闹非凡 人们晚饭过后纷纷来到广场 赏月赏花灯 男女老少的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就在这美景凉消 突然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来 立即打破了这祥和喜悦的气氛 惊动了不少人们 寻声望去 只见在广场位置比较偏僻的一盏花灯处 站着两个身材高挑穿着时尚的女孩 其中一个穿着米黄色连衣裙的女孩 正颤颤巍巍的往后退着步子 神情呆滞 另外一位穿着牛仔裤的女孩 则双手掩面痛苦地哭喊着 跪倒在了地上 显然刚才的惨叫声 就是从这位穿牛仔裤的女孩这传来的 大家的注意力都从各式各样的花灯 集中在了这个女孩的身上 离得比较近的人们 还隐约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 一位热心的大妈走上前去 想问问女孩怎么了 需不需要帮助 她刚蹲下身去 就看到女孩抬起头来 当女孩的双手从脸上挪开的那一刻 大妈被吓得是魂飞魄散 尖叫了起来 只见女孩的整张脸都血淋淋的 这样的景象把大家都给吓坏了 家长们都拉回了自己的孩子 用手捂住了孩子的眼睛 惊魂未定的市民 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 警方和救护车很快赶到 民警拉起了警戒线 并迅速将这名受害女孩送上了救护车 民警向当时另一位在场的穿米黄色连衣裙的女孩询问 可这女孩显然还没从刚才发生的事情中回过神来 无论民警问什么 她都不回答 民警勘察现场 发现地上掉落着一个水壶 水壶的周边还有一些零星的液体洒落 刺鼻的气味就是从这些液体散发出来的 女孩的身上也有这样刺鼻的气味 经判断这些液体是硫酸 得出这个结论 大家的心情变得更加的沉重了 没想到女孩竟然是被硫酸所伤 这可真是太惨 那么这女孩为何会被硫酸所伤呢 这么危险的东西又是谁带来广场的呢 警方捡起水壶拿到了穿米黄色连衣裙的女孩面前 问道这水壶是怎么来的 没想到女孩一听竟全身发抖 片刻之后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连声说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这刘三虽然是我拿来的 可是是她自己往身上泼的呀 跟我没有关系 年轻女孩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被硫酸毁容 而同伴却说是她自己往身上泼的 硫酸究竟从哪里来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名女孩名叫钱盈盈 钱盈盈在她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她随母亲江慧一起生活 江慧是当地有名的女企业家 事业做得很成功 可是经常没有时间陪伴女儿 再加上江慧一直觉得 是离婚给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她对钱盈盈是百般疼爱 从来不对女儿提任何要求 相反 对于女儿提出来的要求 都尽量去满足 钱盈盈初中毕业以后提出 不想读高中 要学习舞蹈 江慧二话没说 就把女儿送到了当地最有名的艺术中专 由于家境富裕 再加上江慧的过分溺爱 钱盈盈的性格很是娇纵 在学校里 钱盈盈非常有优越感 对于家庭条件一般的同学 她一二哥就看不上 不屑于去跟她们做朋友 而那名受害女孩 韩非 可以说是钱盈盈在班里 唯一看得上的同学 韩非的家境也很不错 母亲是一家银行信贷部的主任 父亲在一家外企里面任高管 钱盈盈看到韩非 衣着打扮也都是名牌 就喜欢和她聊一聊 时尚娱乐八卦什么的 久而久之 这两个女孩就成了 学校里面最要好的朋友 这既然是最要好的朋友 最后为什么会闹出 这么惨烈的事情呢 这还得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就是钱盈盈的男朋友 陶宇 六个月前 钱盈盈偷偷地开着家里的车 去郊外游玩 当她开着车 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时候 从她后面 急速驶上一辆汽车 并快速超越了她 当时钱盈盈正在跟朋友打电话聊天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后面有车上来 她被吓了一跳 钱盈盈很不服气 和抄她的车展开了追逐 两辆车就这样你一追我一赶的 到了服务区 抄她的那辆车开了进去 钱盈盈也追了进去 钱盈盈挺好车 她气冲冲地朝她的那辆车走了过去 当她正想要敲车门发火的时候 驾驶室的门开了 车上走下来一位 大概二十出头的男孩 这男孩大概有一米八的个子 穿着干净精神的白衬衫 袖口卷到了手臂中间 露出了小麦色的皮肤 眼睛深邃有神 鼻梁高挺 钱盈盈抬起头来看着她 瞬间就看呆了 刚才的怒火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脸红心跳 男孩看到车边有人就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 钱盈盈低下了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刚才抄我车的时候 太快了 有点危险 男孩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她抱歉地说道 真是不好意思 客户的车拿来我们修理厂修理 修好了以后 我就想开上高速公路跑一跑 看还有没有问题 没想到开得太快了 钱盈盈想到 明明是自己未满十八周岁 无证驾驶在先 而且也是自己只顾着打电话 所以才没注意到男孩的正常超车 但这男孩倒是很诚恳地先道歉了 再加上他又长得这么好看 瞬间钱盈盈的心理就填满了 对这个男孩的好感 这男孩就是陶宇 从此以后 钱盈盈有事没事 就会去陶宇的汽车修理店找他 久而久之 陶宇也就知道了钱盈盈的心思 经过几次接触 钱盈盈对陶宇从最初的好感 渐渐产生了爱武之情 两人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这一开始的时候啊 两个人都很快乐 可是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 钱盈盈性格的各种缺点 开始暴露出来了 有好几次钱盈盈在外面玩 非要陶宇立马赶过来 陶宇耐心地跟他解释 说店里面有事走不开 钱盈盈就立马闹道 我不管 我就要你现在马上过来 你那什么破工作 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死了算了 钱盈盈任性 且以自我为中心 陶宇觉得在钱盈盈那里 自己得不到任何尊重 他想要提分手 可是钱盈盈的性格 他是很清楚的 钱盈盈是万万不能忍受 自己被别人甩了的 如果贸然去提分手 到时候只会让钱盈盈 把事情闹得更加的糟 思来想去 陶宇决定让感情慢慢的冷却 渐渐的疏远钱盈盈 钱盈盈却不清楚陶宇的打算 他还沉浸在初恋的甜蜜当中 但他也确实感觉到了陶宇对自己态度的改变 陶宇对自己越来越冷淡 钱盈盈很不开心 经常在家大发脾气 手机摔坏了好几台 有一次还把电视机给砸了 这天钱盈盈和韩非出来下午茶 韩非兴奋的邀钱盈盈一起出国游玩 可是这钱盈盈却无精打采的盯着手机发呆 韩非心想 这可不对劲 平时要说到玩和购物 这钱盈盈可是两眼放光的 他问道 盈盈 你今天是怎么了 钱盈盈本不想让韩非知道自己感情遇到了问题 因为他觉得丢面子 可是看着韩非关切的目光 他又想 也许这事说出来能让韩非帮自己分析分析呢 于是钱盈盈就将自己和陶宇恋爱的事情 以及陶宇最近对自己态度的改变 告诉了韩非 没想到韩非一听 扑翅就笑出声来 他说道 嗨 我当什么事情呢 有谁能够阻挡得了钱大小姐你的魅力呀 你放心吧 他不会不喜欢你的 这韩非说的呢 也确实是实话 这钱盈盈身材高挑 又会打扮 长相艳丽 按理说 没有哪个男人会不喜欢呀 可是钱盈盈却始终低沉的低着头 他说道 我感觉他最近对我都不上心了 听到这里 韩非试探的说道 其实想要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你 也很简单 钱盈盈着急的问道 你有什么方法 韩非想了想说 要不你把他约出来一起玩 我假意追求他 到时候看看他的反应不就清楚了吗 听到这个主意 钱盈盈的心里犹豫了 如果这陶宇真的不喜欢自己 这个时候让韩非插足进来 那不是帮道忙了吗 可是在想 要是陶宇真是这样的人 那不要也罢 早看清楚了 早脱身 而且 韩非作为自己的朋友 也不会真的跟他在一起的 这样想来也不是一个办法 钱盈盈抬起头来说道 行 就爱你说的办 帮忙测试男友忠诚度 闺蜜竟爱上了女孩男友 你以为你是谁 你凭什么喜欢我男朋友 女孩与闺蜜反目成仇 策划携带硫酸酿出惨剧 她竟眼睁睁地看着韩非 将液体倒在了自己的身上 女孩的母亲为何向警方哭诉 是自己害了他们 就这样 韩非通过钱盈盈认识了陶宇 在没见到陶宇之前 韩非心里就清楚 这钱盈盈看上的一定会是个帅哥 可是在见到陶宇的时候 韩非还是愣住了 他没想到陶宇长得这么的帅气 通过和陶宇的接触 韩非感觉到这陶宇确实不怎么喜欢钱盈盈 因为他每次私底下将陶宇约出来的时候 陶宇明知道钱盈盈不在 也会前来赴约 而且还会经常地跟他聊微信 久而久之 韩非觉得自己对陶宇是真的动心了 可是这陶宇是好友的男朋友 自己怎么能够真的动心呢 经过一番挣扎 韩非终于是鼓足勇气 向钱盈盈坦白自己也喜欢上了陶宇 钱盈盈听了勃然大怒 他就说道 你以为你是谁 也不照镜子看看 你凭什么喜欢我男朋友 韩非自知理亏 他耐心地解释道 盈盈 我告诉你只是不想对你有隐瞒 而且陶宇他要真的喜欢你 他怎么会随随便便地 跟另外一个女孩子约会呢 我也是不想你浪费时间 浪费感情啊 听韩非这么说 钱盈盈倒是更加的生气了 他说道 照你的意思 陶宇是喜欢你了 你以为你是谁 别以为我跟你一起玩 你就能跟我平起平坐了 你有资格吗 我告诉你 你妈妈的业务 都要仰仗我妈妈 你们家都得求着我们家 你凭什么跟我争啊 这钱盈盈的话 彻底刺痛了韩非 韩非也火了 他不甘示弱地说道 我也是把你当作朋友 才向你坦白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既然你没把我当朋友 那咱们就走着瞧 你看我敢不敢跟你抢 说完就拎起包 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钱盈盈在那里气得 是全身发抖 韩非针锋相对的态度 让钱盈盈无法接受 心里逐渐产生了一个邪恶无比的念头 他将要做什么呢 想来想去 其实这件事还得怪陶宇 要不是他自己也不会在韩非面前颜面尽失 想到这里 他拨通了陶宇的电话 可电话那头却传来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钱盈盈坐不住了 立马动身赶到了陶宇所在的汽车修理店 可是来到店里才知道 这陶宇早在几天之前 就已经辞职不干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陶宇不告而别 这个时候 韩非临走时说的那句话 又出现在了钱盈盈的脑海中 咱们走着瞧 你看我敢不敢跟你抢 想到这里 钱盈盈觉得自己算是彻底想明白了 说什么拿我当朋友才向我坦白呢 说得冠冕弹簧 这两个人其实肯定早就在一起了 所以陶宇才会不告而别 所以这个韩非才敢来跟我炫耀 这韩非实在是太不要脸 太可恶了 钱盈盈越想越怒火中烧 想到这里一个邪恶的念头 在她脑海里产生了 你韩非不是不要脸吗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真的不要脸 这样想着 钱盈盈来到了一家化学商店 她购买了两瓶硫酸 回到家以后 将硫酸倒进了一个 可以随身携带的水壶里面 她压制住内心的怒火 拨通了韩非的电话 说要把陶宇的事情说清楚 约韩非晚上在他们家附近的人民广场见面 对真相一无所知的韩非 以为是钱盈盈要与她讲和 便答应和钱盈盈见面说清楚 她万万没想到 等待她的将是一个陷阱 韩非兴高采烈的来到了人民广场 她还心想着等这个事情和钱盈盈说开了 就一起去看场电影庆祝中秋 可是没想到见到钱盈盈的时候 才发现她满脸没有一点笑意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韩非走上前去问道 盈盈你这是怎么了 钱盈盈一把推开了韩非 说道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一方面抢了我男朋友 一方面还要在我面前装好人 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韩非一脸的疑惑 她解释道 盈盈你还生气呢 我也是说气话而已 我真没想过跟你抢呀 再说了 我已经好几天没跟陶宇联系了 钱盈盈冷笑道 你当我傻 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你们两个要是没有一腿 陶宇她能躲着不见我吗 听钱盈盈这么说 韩非也急了 她说道 你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呢 你找不到陶宇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你别能赖就赖 钱盈盈看韩非死不认证 她生气急了 她一边动手 想要打开水壶的盖子 一边说道 看到你假惺惺的样子 真让我恶心 我真想泼你脸上 由于钱盈盈的情绪太激动 手一滑 水壶的盖子没能打开 韩非看到自己怎么解释 钱盈盈都不肯相信自己 也很生气 这个时候 她注意到了钱盈盈手中的水壶 接下来 她做了一个 让钱盈盈都大吃一惊的举动 韩非以为 水壶里面装的是水 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 她从钱盈盈的手中 拿过水壶 打开了盖子 将水壶里面的液体 从自己头上浇了下来 这整个过程 钱盈盈都眼睁睁的看着 她想过要阻止韩非 告诉她 胡子里面装的 其实是硫酸 可是一想到陶宇 她就没办法原谅韩非 最后 她竟眼睁睁的 看着韩非 将液体 倒在了自己的身上 于是就发生了故事开篇的那一幕 那么韩非到底伤势如何呢 经过医治 韩非的头 面 颈 四肢 及躯干 都有被硫酸烧伤 经法医鉴定 其伤情为重伤 伤残程度为异疾 很快 警方对钱盈盈 采取了刑事拘留 当钱盈盈的母亲江惠 来到公安局 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 哭的是死去活来 她哀求警方放了钱盈盈 说是自己害了女儿和韩非 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女孩母亲曾找到她男友 劝说二人和好 却遭拒绝 阿姨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可是你们家那大小姐的脾气 我实在是伺候不了 本想帮女儿忙 却不料最终导致女儿走向极端 自己明明是想帮女儿 可是却帮了倒忙 一场误会导致闺蜜毁容 女孩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未夺男友赏闺蜜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原来自从钱盈盈恋爱了以后 她的情绪就很不稳定 有时候在家高兴的抱着母亲江慧 又轻又笑 有时候又难过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发脾气摔东西 作为母亲自然是感受到了女儿的变化 后来随着钱盈盈不开心的时间越来越多 江慧很是心疼 可是女儿却什么都不肯告诉自己 没了办法 江慧让下属跟踪女儿 后来得知了女儿和陶宇恋爱的消息 也知道了陶宇最近一直在躲着钱盈盈 为了让女儿高兴 这天江慧来到了陶宇所在的汽车修理店 她一见到陶宇就给了20万现金 说道 我是盈盈的母亲 盈盈很喜欢你 我们家呢什么都不缺 要是你能够让我女儿高兴 我也可以让你什么都不缺 这陶宇哪见过这么多钱呀 她连忙接过钱说道 阿姨您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应好的 可是江慧没想到 这陶宇拿到钱没多久 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最后江慧在陶宇的老家找到了她 陶宇这才垂头丧气的说道 阿姨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可是你们家那大小姐的脾气 我实在是伺候不了 既然您找到了我 那这20万我也不要了 我还给你 原来拿到了那20万之后 陶宇想了一个晚上 有了这20万 我可以自己回老家 开一家汽车修理店了 何必还要在外漂泊受气呢 这么想着 陶宇二话不说 就辞职回老家去了 看到陶宇态度坚决 江慧知道无法勉强 气冲冲的回了家 还在心里盘算着 怎么安慰女儿 劝女儿不要再想陶宇了 可是没想到 在这个节骨眼 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江慧万万没想到 自己明明是想帮女儿 可是却帮了倒忙 陶宇的不告而别 导致了两个女孩之间 产生了误会 正是自己一步步 把女儿逼到了这样的境地 江慧哭得是垂胸顿足 检察院很快 以前盈应涉嫌故意伤害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然而钱盈应坚称 是韩非自己将硫酸倒在身上 她没有伤害韩非的故意 不应该构成犯罪 那么钱盈应的辩解成立吗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两个概念 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 行为人的认识因素 是认定犯罪故意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 是认定犯罪故意的决定性因素 直接故意是指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间接故意是指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 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 并且有意放任 以致发生这种后果的心理态度 就本案而言 钱盈应认为 韩非抢了自己的男朋友 因此而怀恨在心 购买了硫酸 钱盈应清楚地知道 硫酸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所以从认识因素上去分析 钱盈应对于硫酸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后果 是明知的 韩非拿过水壶打开盖子的时候 钱盈应明知水壶里面装的是硫酸 有可能会造成伤人的后果 却故意不告知韩非 将韩非置于危险的境地 所以从意志因素上去分析 钱盈应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 是持放任态度的 因此可以分析 钱盈应在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上 均符合间接故意犯罪的主观特征 最后法院认为 钱盈应在主观上 具有间接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 客观上不履行 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以防止危害后果发生的义务 导致他人发生了严重的伤害后果 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鉴于钱盈应犯罪时未满18周岁 其行为是间接故意犯罪 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又是出犯偶犯 其亲属赔偿了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 等情节 对其从轻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 判决后 钱盈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如果当初自己不那么冲动 如果自己对朋友多一分信任 那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江慧一直想要靠物质 来满足女儿的心灵 可是他却忽略了 心灵的风营 主要并不依赖于物质 而在于 首先要有一颗健康健全的心灵 不久后 陶宇从朋友处得知了 钱盈应和韩非的悲剧 意识到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自己处理感情脱泥带水 也是自己贪图利益 才使着两个女孩产生了误会 内疚在他心里久久挥之不去 而韩非经过积极的治疗 伤情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但始终留下了永久的伤疤 但愿韩非能够早日的走出阴霾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夫妻感情甜蜜 可婆婆却棒打鸳鸯想拆散他们 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儿子跟赵惠惠离婚 为让儿子离婚 婆婆竟然暗中找人顶替儿媳 我是李漾的初恋 是你婆婆特地请我来取代你的 这对婆媳之间有何深仇大恨 婆婆的计划又为何要了儿子的命 婆媳战争害死儿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